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穷电影 大家好,欢迎来到穷电影,我是穷哥 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电解说 今天我们说一部很冷门的奇幻冒险电影 叫《虫洞效应》 电影要从一个女子为一群孩子讲述一个故事开始 很久以前,他们的星球的灵魂病了 人们变得孤立起来,而且好战 这使得世界慢慢步入了死亡 不过有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正在试着拯救世界和冷门 他也尝试了很多次,而前面几次都失败了 这次也是他最后的一次试验了 这也是最后的迷母之 是否能够拯救这个世界,他也不知道 当画面跳转,带我们来到了学校 准确的说是地球上的学校 小男主诺亚只是其中的一个普通学生 成绩不佳 对老师布置了科学长的项目作业颇为的头痛 而诺亚在复活节的时候 还要和妹妹以及父母去会得备 但是因为父亲太忙了 所以只能先和妹妹以及妈妈一起来到这边 当一次玩耍的时候 诺亚和妹妹爱马在海滩上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盒子 而奇怪的盒子自己却打开了 里面出现了一张类似于钻石卡片一样的东西 当最初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甚至连同盒子带了回去 而这张卡片在诺亚的手上是坚硬剔透的 当时在秦妈妈手上却网如一张纸垫 最初其实我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但后来我才明白 晚上的时候爱马从盒子里面又拿出了不少东西 一些类似石头的东西 一个有点像软一样的蓝色蓝状物 一个兔子娃娃 而这个娃娃就是迷母之 甚至她一直对着爱马说话 也只有爱马一个人能听到 之后爱马把地上的小石块旋转了起来 甚至漂浮在空中 她说这些是旋转器 也只有爱马才有能力让其漂浮起来 而此时的空中还出现了一些怪异的图案 当爱马把手伸进去的时候 甚至变成像素块一般 两个孩子其实都不懂这是什么 但是这些神奇的发现 让诺亚和爱马拥有了许多自然科学 无法解释的特异能力 比如爱马用让东西漂浮起来的能力 而诺亚甚至能够听到蜘蛛之腕的声音 以及各种奇奇怪怪的声音 当然诺亚手中的那张钻石卡片 能够组成类似致圆空间的一样人形方块 甚至一次她把一个雪碧 瞬间传说到爱马所在的桌子上 网如空间传说一般 当然这些对于两个孩子来说都很新奇的 而一次父亲带着诺亚去学习打高尔夫 他借用空间的人形面 然后瞬间把球伸到很远的地方 当时一切的改变 还是因为诺亚的老师发现奇化的东西 这不是一个小孩子能够接触的 这是西藏那边的曼陀罗 不说诺亚是否看过 估计都不一定看得懂 但是他却把这个画了出来 而这位自然科学的老师 其实很多次做梦都梦到这些 只是最初他并没有头绪 而在科学掌上诺亚一反常态 做出了让人惊叹的东西 他控制着这些蜘蛛 造出了人类隧道一样的模型 这让大家都叹为光子 而因为父母陪着诺亚来参加科学掌 妹妹则在家里由别人照顾 当对方为爱马讲故事的时候 无意中翻到了一页 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人 他也有一个迷母子 但是因为爱马在照顾他的女人面前 表演所谓的魔法 可把他吓坏了 网上的时候 因为诺亚的卡片 被吸到那个男状物的体内 也导致了全程停电 而这件事情也引起了FBI官方的重视 甚至他们还调查出 电力异常的发生地 而诺亚的自然科学老师和他的妻子 来到家里找他的妈妈 其实就是大概说了这个事情 而乔奇士也发现了 两个孩子变得有点异常 只是老师说的话 让他觉得有点无法相信 原来成绩比较差的诺亚 突然变得自主甚至非常的聪明 而且老师的妻子是专门研究手相的 发现了爱马的手腕非常的特殊 意思就是说 他是一个特殊的孩子 当特殊在哪里 这里并没有名说 毕竟是主角 要不特殊的话 肯定是演不下去了 而兔子还告诉了爱马很多事情 这其实让乔很害怕 但是包括丈夫大卫 在内的所有人 都不相信他所说的 大卫不相信没事 因为忙得基本上和孩子吃饭的大卫 突然某天和大家一起来吃饭 首先发现了诺亚竟然不带引进了 然后爱马说 你母子生病了 当然大卫肯定觉得孩子在开玩笑 想让他放下兔子玩偶 帮自己拿点糖过来 也是因为这个事情 让他们看到了目瞪口袋的画面 一把糖漂浮了过去 掉落在大卫的王里 这可把夫妻两个人笑到了 最后他们找到了那名老师 和他的妻子 了解了关于这个事情 与此同时 爱马在楼上竟然漂浮了起来 这浪桥非常的害怕 最后他们把他们捡来的东西 全部丢掉了 不过却丢到了垃圾桶那边 这显然是要让他们找回来的节奏 所以晚上的时候 被诺亚全部带了回来 而通过两个孩子的对话 我们也知道了 原来米母子不是第一次来到地球 比如原来的1860年 就有一个 只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情而已 也可能当时得到米母子的人 并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而这次爱马有诺亚的帮助 可是有一天 特工布拉德曼带走了神秘的盒子 并带走了一家四口 孩子们和玩具兔子被迫分离 甚至他们对兔子进行了研究 然后同兔子玩偶中分离了一块很小的东西 最后无限放大 竟然发现了一个英特尔的标志 而这种技术至少他们现在无法完成 这显然是无法解释的 而官方表示 他们要达到这种技术 至少要上万年吧 但特工想要弄清楚是怎么回事 爱马却说 兔子告诉他 因为他们无法进行时间旅行 他们需要我们帮助 他们的某些东西坏了 我们可以修复 而他们也曾把米母子送往地球 只是都没有成功 这也是最后的一个米母子 眼看着玩具兔子的生命气息 越来越微弱 诺亚和爱马最后用自己的能力 掩盖了监控 并把米母子带了出去 最后诺亚用最初穿梭空间的男状物 把他送了回去 也可以理解成创越了城洞 虽然中途发生了点小意外 不过一切还算顺利 可能看到这里 很多人都不懂是什么意思 而片尾也告诉了我们 为什么那名科学家 把米母子送往地球 因为他要找回他们失去的东西 那就是人性 有外星人外表的人类 还是人类吗 宁愿伪装自己 但是爱马的眼泪是一个 唤醒人性的指令 而这部电影再次强调了 孩子有孩子的世界 绝对不要用成人的标准 去揣测衡量 孩子看世界的角度 真的和大人太不一样了 孩子就像拿着放大镜 在看世界 虽然不那么宏观 但是却能把细节放大 这个就是为什么 孩子常常能看到 大人看不到的东西 这让我想起了天堂电影院 过度或少有点汗颜吧 因为自己确实已经过了 那个发现生活细微之美的年纪了 也不再是那个 充满奇妙想象的孩子了 也许科学家找到能性 是否是因为我们不断成长 所丧失的 亦或者说是当下社会真正趋势的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